听过这样一个故事,两兄弟一起从农村去城里谋生,哥哥摆摊卖小吃,弟弟摆摊卖生活用品,两个人的生意都还不错,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。 对于赚到的钱,哥哥一心想攒着回家盖房子,娶媳妇,所以平时省吃俭用,不多花一分钱,而弟弟则不同,他不甘于总是摆摊赚小钱,他把赚到的钱都投到生意里,不断扩大规模,后来他租了一个店面,生意愈发红火,赚钱也越来越多。 你看,同样的起点,却因为花钱的方式不同,未来的人生道路也变得大相径庭。 网上有这样一句话,越花钱的人越有钱,越省钱的人越没钱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确实如此。 然而,花钱并不是单纯地把钱花出去,花钱是一门学问,会花钱的人才会越来越有钱,而不会花钱的人只会越花越穷。 总的来说,真正有钱的人从来不花以下几种钱,而穷人则恰恰相反,难怪越来越穷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夏末国学,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领略更多的国学智慧。 虚荣攀比的钱,虚荣之心,人人都有,这是人之常情,本无可厚非。 适度的虚荣,可以激发人的积极性和进取心,让人不断提升自己,从而实现价值的最大化。 然而,过度的虚荣,往往会让人迷失自己,一心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,从而忽视了内在的真正价值。 现实生活中,过度虚荣的人不在少数,并且越是贫穷的人,越是会在意那些虚无的面子,处处和别人攀比,不惜透支自己的金钱和信用,去购买一些名牌的衣服、饰品,想让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份、地位,从而别人刮目相看。 殊不知,为了满足虚荣心而花大量的金钱,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,反而会让自己极佳人陷入债务的泥潭,让本就不富裕的生活变得雪上加霜。 莎士比亚曾说,轻浮的虚荣是一个月陆族的赛事害者,他在吞噬一切之后,结果必然牺牲在自己的坍塌欲之下。 说到底,越是在虚荣攀比上花钱的人,越是没钱,真正有钱的人,不需要通过外在的光鲜来证明自己,他们内心富足,目光长远,会把钱花在能够给自己带来切实利益的地方。 热衷享乐的欲望前,一个人一旦陷入到爱慕虚荣之中, 犹如掉进了物质欲望的漩涡里,往往难以独善其身,而是会越变越穷。 这本书中讲述了穷人帕克的故事,恰好正是这个典型的代表。 他是印尼的一个农民,因为身体虚弱不堪,干不了活,所以也挣不了钱,经常吃不饱饭。 但是当调查者走进帕克的家庭时,惊奇地发现,其实他根本不穷。 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来说,帕克的家里有电视机,DVD机,电话,也有茶叶,糖块和咖啡。 大家感觉到不解,询问他为什么不先填饱肚子,然后再买这些没用的东西。 帕克的解释是,我需要给自己找点乐趣。 像帕克这样的人,在当地不是个案,甚至比帕克更面黄肌瘦的穷人,还要挤在音像店里买唱片。 当一个人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享乐欲望时,就会让自己陷入到消费陷阱中,不管有多少钱也会让自己败光。 说实话,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 有些人宁愿花钱吃大餐,也不愿意投资自己去学习,宁可一直在网上不断买来买去,也不愿意去花钱学习一项新技术。 花钱应该花在刀刃上,若是一直都投到自身的享乐消费上。 最终只会越过越穷,幻想一夜暴富的钱。 有句话说,人生是没有办法投机的,投机取巧暂时取得的一切,总会以其他代价还回去。 现实中,对于一些人而言,总是幻想着能够快速,马上成为有钱人,最好是请客之间,不需要等待太久。 于是,但凡身上有一些钱,就会将全部的钱扔到一夜暴富的美梦里,想象着能够买张彩票,成为千万富翁,或者是见走偏风交一些学费,能够像网上一些网红一样日进斗金,从此告别平庸的人生。 有梦想固然是好事,但是一定要脚踏实地,绝对不是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获得,把自己的钱都花到虚无缥缈,或者是交智商税的地方,只会让自己越过越穷。 当有些人总是抱着这样不切实际的美梦时,往往就会不想真正脚踏实地地去奋斗,而是想尽办法谋求一夜暴富,更容易掉入陷阱,或者是越过越贫困。 真正的有钱人早就看穿了一夜暴富背后的真相,不会轻易将钱花在这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空想中,而是不断增加自己的稀缺力,或者是自身价值,然后真正通过奋斗去实现梦想。 在一个人该奋斗的时候,自己选择了好吃懒做,想着不劳而获就能赚快钱,这辈子最终也不会有多大的出息。 天底下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,也没有突然掉馅饼的美食。 当自己总是将钱花在这个地方,只会让自己越变越焦虑,最终小事不想做,大事做不来,注定一事无成,贫困潦倒。 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些新感悟,欢迎订阅夏末国学,沉迷于不良嗜好的钱。 看过一句话,当你陷入到不良嗜好时,只会越陷越深,最后让自己失去所有。 真正的有钱人,心中有底线,明白绝对不能沾染一些不良嗜好,否则只会让自己一贫如洗。 但是,有些人却偏偏意识到背后的危害,让自己再堵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,最初以为自己是聪明过人。 能够短时间拿块钱,但是输钱之后,又觉得是命运不公,着急想翻本,越是投入,越会失去,最终让自己债态高筑,甚至是家破人亡。 这种不良嗜好的背后,是无底的深渊,一旦开始就难以停下来,只会让自己越投越多,哪怕最终把辛苦赚来的钱投进去。 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其实,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人算计,这不是命运的问题,而是人为的陷阱,不管你花多少钱,都不要想着会越拿越多,只会越来越少。 我之前看过一个故事,一个人本身在外打工,积攒了一部分钱,想象着到了年底,带回去翻盖家里的新房。 但是看到有些人比自己有钱,心里除了打工,还想赚更多的钱,在身边一个人的介绍下,染上了赌的不良嗜好。 初次花了一点钱,没想到拥有了数十倍的回报,要比自己打工赚的还要多。 当他迷失之后,再也不想好好工作,就想着通过这样的方式赚大钱,没想到后来一直输,不仅赔光了自己打工的积蓄,还借了外债。 由于借的钱太多,自己还不起,无奈只好把老家的房子抵了出去,回去后一家人流落街头,饥寒交迫。 千万不要沉迷于不良嗜好,更不要在这种事情上不断花钱,不会让你越来越有钱,只会让你越来越穷。 不如依靠自身的奋斗,通过好好努力去赚钱,哪怕慢一些,通过不断积累,终究会让自己收获泼风。 贪图便宜的钱,物美价廉,是每个消费者的追求,这一点无庸置疑。 然而,现实世界中,价格通常与价值和品质紧密相关,贵的东西往往有其合理之处,而便宜的商品可能伴随着质量问题。 在当前网络购物盛行的背景下,许多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,频繁打出满捡、促销、低价等噱头,引诱顾客开销。 一些被低价冲昏头脑的人,或许会认为自己捡到了便宜,殊不知,他们已经掉入商家的促销陷阱,购得了质量低劣的产品。 网上有一句话,如果便宜能夺取市场,夏立早已击败奔驰。 说到底,市场竞争背后的决定因素并非价格,而是价值和品质。 奔驰虽然价格高昂,但不断吸引更多的消费者。 夏立虽然价格低廉,但早已退出市场,这正是市场的现实。 因此,在购物时,不能盲目追求便宜,而应关注产品的品质和性价比。 然而,穷人往往只顾价格,却忽略了产品的品质问题,随后可能不断花费时间和金钱进行修理和更换。 相反,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贪图低价,而是更注重产品的品质和实用性,从而省去了未来可能用于维修和更换的时间和金钱开支。 有这样一句话,决定一个人穷富的,不仅是赚钱的能力,更多取决于你如何消费。 受困于自己的认知与思维模式,越穷的人往往越会容易出现以上三种情况,一定要引起重视。 真正的有钱人心有克制,更有清醒,绝对不会花这样的钱,对于穷人而言,则是完全意识不到,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贫穷。 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些新感悟,欢迎订阅夏末国学。